不要買一送一千萬 不要搞什麼集點卡 不要 不准 如果這一杯咖啡啊 兩百塊 當客人用一百塊買到之後 他什麼時候還願意再花兩百塊買 Hey Siri 一杯祝福 哇 有點厲害喔 好 就讓我們去那邊坐 哈囉老闆 請問自己開一家咖啡店 前期投資基礎大概需要多少錢 未來想自己開一家咖啡店 資金的運作 你要有一個優先順序的概念 因為我相信不是每個人 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一次花個一百兩百萬 以我們虎記為例的話 我們開的店是 食品 的小店 要花多少錢呢 我們等一下來估算一下 想開店的人很多 但是活下來的人很少 大家都懷抱理想啊 希望啊 滿懷期待開了一個店 但你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客人期待你開這個店 通常的問題都是這一個對不對 分析數字之前 我們要先有個概念啦 這個概念叫做 很簡單一個字而已 就是要審 不是小氣喔 而是 我們應該要把優先順序排出來 哪一筆錢是重要的 一定要投入的 哪一些是有餘力才去做的 我們就 現在開始算 數字 計算機給它拿出來 我們先講一定要花的啦 開店一定要找個地點吧 對不對 我們找一個食品的小店 第一件事情又遇到就是租金 假設一個月五萬塊好了 押金加上第一個月租金 我們就抓十五萬 開店之前呢 還會有一個裝修期大概 一個月到兩個月之間嘛 這個也要算租金喔 所以你要把這個估算進去 初期的水電 還有你要申請網路啊 我們就大概抓個一萬塊 還有一個部分是 在裝修前也得做的 你要跟政府申請 設立公司行號碼 我們抓大概一萬塊吧 那這些都完成之後呢 才會開始我們的裝修期 裝修期第一階段 不是就開始變漂亮 裝修期第一階段都是 就是拆除 食品的拆除大概要多少錢呢 要看原本的這個 房子的結構是怎麼樣啦 三到五萬 我們就抓三萬就好 剛剛講了嘛 有一個叫做 資金的優先順序嘛 優先是基礎設施 什麼是基礎設施呢 你的廁所能不能用 水能不能用 電力系統全部的電 的負載 夠不夠 這個要先搞定 那這一部分大概我 抓基本功能啦 一瓶我們會抓大概在三萬塊 如果是十瓶那就是三十萬 再接下來是桌椅的部分 我們保守估計啦 一瓶我們抓一萬塊 再來是你的設備器材 以虎肌為例啦 咖啡機一台二十五萬 製冰機一台十萬 冰箱一台八萬 各種出杯的設備器材 塞凡壺啊瓦斯爐啊 奶泡杯啊 各種 拉拉扎扎的 我們抓五萬塊 還有一筆也是 蠻大一筆的 冷氣的部分啊 店裡面用了兩台嘛 你不要認為說 欸我家裡那個三萬塊 就可以用了 不是營業空間 的需求跟住家 是不一樣喔 是兩件事情的喔 常常有人進出 或是 在這個空間裡面 聚集的人比較多 人都是帶有體溫的 冷氣的頓數會比 你自己在家裡的 還大很多 OK 所以 冷氣我們大概抓十萬 硬體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喔對還有一個烘豆機 如果你要 自己做烘焙的話 烘豆機大概我們抓 假設一公斤的機器 二十萬 好接下來是軟體的部分 什麼是軟體呢 你的人力啊 一個人力大概 一個月我們要抓 至少要抓三萬塊吧 你不要虧待人家 還有 你的宣傳費用 比如說你FB網路投放 還有你的DM之類的 這個我們大概抓一個月 假設它在很省很省的狀態下 一萬塊 再來是你的原物料啦 原物料其實就取決於 你賣什麼商品啦 那以虎記為例的話 當然我們主要進的 原物料都花在豆子上面 你可能自己烘焙 進生豆 你也可能是 跟別人拿豆子 進熟豆 那大概 一個月我們會保守估計啦 假設生意還不錯 我們抓五萬塊 再來一個也是 你必須要留的資金啦 就是你的預備金 包含你每個月的房租 水電 員工的費用 還有你的原物料採購 好 當然也許 有些人用貸款的 還有貸款利息等等 而且預備金要準備的話 就要準備三個月 至少 比較保險一點 這樣加起來 約莫 四十萬 所以你 你的公司戶頭裡面 至少要還有四十萬 存在那裡 好 所以全部的總額就在這裡 這是你要準備的 錢的部分 好 至少要有這一些 才有辦法開一家店 但是 如果只要計算錢的事情 都是很簡單的 我覺得難的問題 所以不在於錢 這個可量化的成本 比較 困難的部分 是在隱性的成本 就是你要花的時間 你要花的精力 你要花的耐性 你要維持這個店的運作 的決心 這個才是難的地方 開一個新店 都會有一個叫蜜月期的地方 至少三個月 附近客人會來嘗鮮 看看 對不對 那通常 你會覺得 我成功了 我開了店 大家喜歡 那其實 大家 很多人只是好奇而已 來看一看 但是他會不會再回來呢 這個就是 自己要好好觀察的地方 你要很有耐性 我們說了嘛 就是 營業時間就是 我們對客人的承諾 必須要遵守 即便你 今天很累 明天不想開 好 千萬不要有那種 我要開店 就是因為我不想要上班 看老闆臉色 你知道嗎 你開了店之後 你看的 老闆 是每一個進來的人 那個臉色更多 好 沒有比較開心 好好地觀察你的客戶的回購率 好不好 然後 業績上面有沒有成長 所以 記帳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從開店第一天 就記帳到現在 不要被客人牽著鼻子走 好 像我們剛開店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來 說 你應該賣餐點 我說我不會做 他說不用 我幫你介紹很好的廠商 微波一下就可以了 我說我真的不要 然後我還被那個人罵 他說 我好心給你建議你還不聽 那你準備倒什麼之類的 我告訴你我已經開了八年 我沒倒 而且我就是沒有賣微波食品 也就是因為我沒有賣微波食品 我才可以坐下來 所以你的理念也很重要 不要被客人牽著鼻子走 因為每個客人 他有每個客人不同的需求 對不對 像之前有一個說 你們這燈光太暗啊 我要有個閱讀燈 我說那我準備個閱讀燈給你 那你 你消費完你回去了 我閱讀燈要怎麼辦 那你就再收起來啊 我說喔好 那有的人想要在游泳池邊 泡游泳池邊 喝咖啡怎麼辦 不要鬧了 我要準備跑步機耶 我要準備卡拉OK好了 神經病啊 不要被客人牽著鼻子跑 照你自己的做 但是前提是 你要很明確的知道 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對的啦 你會遇到撞牆期 什麼是撞牆期呢 就是你會發現你的 銷售數字就卡在那裡 呈現一個餓不死也吃不飽的狀態 那時候 千萬 請大家要有耐心 好不好 開店 為什麼要促銷 我就值這個價 不要買一送一千萬 不準 好 不要搞什麼幾點卡 不要 不準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不準 你要思考的事情是 如果這一杯咖啡啊 兩百塊 當客人用一百塊 買到之後 他什麼時候還願意再花兩百塊賣 他不會願意的 每個人都一樣 這個沒有一個例外 所以 千萬千萬 不準 促銷 如果 要做活動 寧願用送的 你不要說 定價兩百我賣一百 不要幹這個事 這個沒有意義 客人 他只會習慣一杯一百 他 很快會忘記 原來這個是優惠 好不好 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OK 好 就是以上是 我一些心得啦 我其實很不想聽到說 我以後退休 我也要開一個咖啡店 這種 我覺得很芭樂 開店有點像賭博啦 會上癮的嘛 你今天 欸 營業額不錯 三萬五萬 大家要上班一個月 一下子營業額又不好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變好 這個 每天好像鐵門打開就是一場賭局啊 我們會看到很多店 他 也不敢押資金 也不敢收 就是卡在那 不上不下 我會覺得是 膽子要夠大啦 找一面大的那一面去下 有贏 贏到就是贏到啦 有輸的話就是 趕快撤啦 不要硬撐 這樣子